大咖來科普 大咖來科普 大家好 我是富銀數據的總經理Regina 今天要來跟分享的就是 關於大數據為什麼這麼行 那大數據又能夠做什麼呢 那其實大數據它實際上它在很多的 就是像比如說物理啊 生理學啊 環境生態啊 宇宙科學 甚至像軍事領域 然後金融教育領域等等 它其實都是非常 早就已經存在很久的一個科學或是一個系統 但是近年來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夯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大家每天都黏在網路上面 就是各位每天都黏在網路 所以呢 在網路上面來講 又更存在了更多數以萬計 就是大家這些互動的行為的資料 包括你按一個讚 包括你分享一張圖片 甚至說現在很多網紅 會做很多內容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數據的資料量 已經非常非常飛躍性的成長 所以根據很多的統計 其實已經可以知道說 其實每年這些數據資料的成長 大概都是用兩到三倍 就想看如果今年是叫做千億級的資料 好 如果明年增加三倍 哇 那就是三千萬億級 那就是非常非常不能想像的一個數據的一個資料的集合體 好 那我們都知道所有的企業都非常需要數據 所以以前就有數據調研 數據統計 數據科學這些這樣子的一些 我們講說相對於大數據 我們稱之為傳統數據的產業領域的一些發展 他們的意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協助企業去做決策 然後去做管理跟分析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礎 甚至我們常常說資料就是企業的寶藏 我們怎麼這樣說 之前我們有在第一集的時候有提到說其實電商 那電商裡面非常需要很多商品的購買資料 那這些購買資料可以分析出下一波關於商品的趨勢等等 可是這些資料量他們當他們已經大到一種程度的時候 你看以前電子商務的發展跟現在電子商務的發展 那應該就是完全不同的量級 所以在這不同的量級之下 我們就要去想辦法去把這些數據的資料 挖掘出來而且去進行很多的分析跟決策 那在這樣子才能夠把這些數據資料真實的轉換成 我們企業在做一些決策管理 甚至一些新創投資或是一些創新發展 創新服務 那改變世界的時候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產 然後我們常常說它就是一個新創保障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你知道嗎 其實呢大數據就跟我們常常在說人類的大腦一樣 就是我們其實能夠用的資料量非常非常的少 就是我們大 我們當曾經以前大家說我們大腦其實 一般人使用我們的大腦大概可能只使用了2% 那企業在使用這些大量的數據資料的時候 其實他們大概也是跟人類差不多 跟我們使用大腦的機會是差不多 也是2%到4%之間 所以表示在大數據的應用領域跟應用場景跟應用科學當中 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去發展跟推動的 那我這邊講到那為什麼我們的企業要使用大數據 很簡單因為呢它會幫企業在這個很變化多端的時代裡面 它可以提供決策然後可以提供機會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大數據呢可以幫助企業更清楚的了解用戶 也就是所謂的消費者也就是所謂的客戶 那這樣子你大家都知道嗎我們就在服務客戶為主 然後不管是所謂的一般的民生消費品牌甚至說各種 剛剛提到的很多的先進領域其實都是為了改善人類的生活 所以當他能夠更清楚的知道用戶的需求 用戶的潛在的那個心理的潛台詞是什麼 跟他潛在需要去變得更好的方向是什麼時候 他其實就可以通過大數據來得到就是了解用戶的機會 然後甚至發展新的服務 那再來還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幫助企業了解自己 這很正常我們用一個非常大家很熟悉的一個領域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算命吧 那算命算什麼還不就是算你的個性算你的命盤 然後算你在接下來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或是未來十年 會有什麼樣的機運跟可能 那一樣大數據也是在寫大數據也是在幫助企業 不但了解自己而且在挖掘潛在的可能的運營的機會 跟改變的機會讓自己可以去做投資 讓自己可以去做更好的一個企業 往前發展的一個可能性 好所以大數據就像是一個無窮的一個保障跟宇宙 它呢可以讓任何的世界可以變得更有趣 然後甚至我們現在都會說大數據可以拿來重點 大數據可以拿來寫劇本 大數據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 那期待大家都可以理解大數據 它對於企業決策的一個使用 讓大家可以在生活過得更美好 好那接下來我還想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科普 就是呢大家還是會常搞清楚大數據跟大數據分析 還有所謂的數據探勘到底有什麼分別 其實這三個其實這只能說它是一個互為表裡的應用的說明而已 那其實來講 數據分析就很簡單就是比較傳統的命題 就是說當你今天很想要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截取部分的樣本資料來解決對應 那數據探勘則是針對不確定性的 然後可能非結構性的可能未知的領域去做挖掘 那這裡面其實都是屬於大數據在大數據應用場景當中 其實都會使用到的一些方法跟技術 那所以我們只能說他們是互為表裡互為應用 可是在場景上來講他們其實是一個不同的一個使用 好那我覺得大數據很好玩就是 它是一個更廣泛的數據科學跟數據分析跟數據堂勘 而且它未來會創新我們人類很多的思維 然後改變人類的生活 謝謝各位 我是復營數據的總經理Rugina 我是復營數據的總經理Rugina 別忘記了 我喜歡 我們下次見